这起事故也是发生在夜晚 在一条乡间小路上 一辆车走着走着 也是一头就把前面的一个骑车人给顶倒了 这也是被对面车的远光灯给坑的 因为是乡间小路 驾驶人只能靠车灯来看路 远光灯确实可以扩大观察视野 但开灯是有条件的 交通法有规定 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 或者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上 机动车与相对方向来车时 夜间汇车应当在距相对方向来车 150米以外改用近光灯 所以咱们驾驶人应该学习掌握 利用好车上的灯光 尽让自己受益 也不会妨碍到别人